MEDICS ROBOTICS 你自己有一個startup 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我的startup就是叫MEDICS ROBOTICS 做一些手大式的機械人裝置 就是幫柏金信病人 幫他們防手震 我們做一個手套 手套有感應器 有一些摩托 感應到手震的時候 我會啟動防手震的系統 令到手的震動沒有那麼大 你作為一個青年創業家 在創業這條路上 有沒有遇過一些大挑戰 有的 因為我這次的創業是第二次創業的 第一次創業是失敗的 那時候做什麼 那時候我做iPhoneCase 可以洩白的通卡進去一起做 我們拿了專利 我以為OK 那時候我自己一個one man bank 沒有想過是找投資者 沒有想過要一隊隊去work 結果是做不到的 因為網絡經驗 我沒有做到 Market Research 也沒有怎麼做得好 所以其實只買了二千隻 在香港來說 那有些什麼之前得過的經驗 可以跟其他青年創業家分享一下 創任何業之前 你都要很了解那個行業的東西 不過最終都要看一下 你自己的興趣和你的熱誠 想說 我們要把它給予好 你會想到 頂門一 kell 我也是多亂 但是我找到 如果要去哪裏